第六季 我們這一代人 小的時候沒有電視 也沒有什麼課外讀物 對外頭的世界只有想像 但幾乎每個男生的心裡 都有一個相同的英雄形象 他叫諸葛斯郎 每個禮拜四的下午 孩子們就會在雜貨店的大樹下等候 一如等候一場戲開演 等候英雄降臨 我們跟著四郎出征 不管多大的挑戰 英雄總是可以反敗為勝 正義最後終於粉碎邪惡 但也就是這種單純 讓我們在樣樣缺乏的年代裡 學會面對困難的必然和勇氣 在混亂的時代中 我們特別懷戀這樣的英雄 因為他始終可以在驚險的時刻 替我們打開一條明亮的出路 諸葛四郎是我們心裡永遠的英雄 是我們的故事 是我們的故事 transnational 達人 對 每個人的故事 都可以找到 更新的 ت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